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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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现在是要上去吗 对对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对照一下 发现不事发生 可以再看一下 因为这边其实这个是要熄灭的 这边其实地面的解密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就继续 继续 接下来的地下的一些解密吧 好啊 那我先走了 好啊好啊 谢谢小婷 谢谢小婷 你也爬上去 对 但是现在没有火 所以还好 对对 没事 我们被火要烧一会儿才会有反应 就被火烧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只是受伤扣扣血还是怎么样 本身绝对会有燃烧的效果 然后如果时间久了 其实我们还设计了一些 可能比较奇妙的东西等到后面去开发 就除了吊血啊这种东西 我记得我们游戏有烧伤 对对对 还有一个疾病 有一个疾病 就是这样的系统 就是有一套疾病系统 来我们继续后面 然后对 其实刚才已经把这个谜题解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左边需要千金坠激活机关 哎呦 这千金坠也是一套武学还是奇术吗 这是我们青宫内的奇术 这边打开了一个地下的空间 对 这个也是我们场景设计另外一个特殊的点 你看到这边有很多尸体 嗯 你看到场景里边有很多这种碎片化要调查的东西 这些感觉都有一些故事 因为看着是契丹人 是的 不是他请在银子宫里面应该是很危险 嗯 这边的人死装非常惨烈 嗯 有一些机关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线索 又有一个线索 向北尔利 烟云市 嗯 这边请 哈哈 哈哈哈 你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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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一些恶意在这里就能感受出来 稍微玩家自己感受一下 稍微玩家自己感受一下 嗯 可以跟这些场景有解谜的 对 嗯 我感觉你们很多系统都是跟场景是有交互的一个状态 在这里 对 可以看到墙上现在出现了一些字 可以看一下两边的字 沙河寸 沙河寸 刚刚跨过重点 对对对 沙河寸鞋 可以啊 对我们让媒体老师来解 好 就这推回去对吧 就把那个量 刚刚说的那个台词量什么放出来 美老师记得这边吗 呃 呃 好像不记得了 可以快查一下 赤死不疑对吧 赤死 先试试看 嗯 刚刚这个姿态 要假装自己不知道吗 哈哈 刚刚这个姿态其实在使用的时候 然后玩家自己也会说一句话 对 我们可以再用一下 哦 是誓死不疑 对 就是寸土不让 诶 你先走到了意证 诶 没有 就是把自己也这样 我现在就是一个第一次玩到的玩家 哈哈 不知道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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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觉这种场景这个结谜还有那种 能有底下一个 啊 没开二度 没开二度 这个场景确实很有 得先到正门看 咳 又先到正门看一看 这个门现在还打开不了 不过我们可以试试他旁边的铁链往后找一下 这车卡住了 别有洞天 就拿到了一个古琴 这样门就开了 对 突然之后会发现这个水车其实动起来 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就跟他们一模 其实是有关联的 因为我们设计的时候 古代没有什么电力 可以转到车这种东西 所谓动力 把光打得还挺好的 这个光当时 为了满足文案策划那边的需求 我们特意打了这种偏 偏戏剧的光 因为当时想要 这边其实就是燕北盟的一些瑕士 他们在当年的战乱中 为了去全监敌人 所以把他们都引入到地宫中 然后自己把地宫的门给封锁 所以当时就是跟美术大大提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体现一个非常壮烈的 这样一个造景 而且我们那个将军的死亡的知识 也尝试了很多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典学奇术 后面可以再一起看一看 这个奇术都是在大世界里面探索的 对对 我们所有的奇术都是大世界探索的 当这个界面出来的时候就表示说 这一块关卡的部分的解谜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玩家会有一本武林录 然后里面会记载很多大侠的一些 那关卡都包装了一个这样统一的一个概念 而且因为现在卷一嘛 现在也比较前期 后面还有很多不同样式的关卡 这个可以看到场景里面出现了一封写书 然后它其实是名为烈炎的一位侠士写的 它也是燕北蒙的一员 就提醒一下大家它新链 像我们这个关卡一开始的那个门口的NPC 以及我们在教掌上